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已经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真的 但是看到赵高的脸上就露出了这阴险的笑容 从两只眼睛去左看右看 他们就知道突然明白了赵高的用意 后来有一些大臣就选择沉默 但是也有一些大臣就坚持说 那不是一只马 是一只鹿 赵高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那他也牢牢地记住了 哪一些大臣是敢反对他 说是一只马的 说是一只鹿的 然后他就假借用这个法律 跟用一些陷害他们的方法 把他们把这些说是鹿的人 通通给除掉了 后来这大臣们都很怕赵高 然后后来就有人把这个指鹿为马 比喻成故意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的人了 那我们进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热点 哈喽 大家下午好 我是力婷 那今天的新闻热点自然是逃不过 接下来的这一则新闻就是 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宣布的新条例 那就是车子的前进后进 有一些新的条例就是说 后座的车进可以全黑 但是只限私家车 私人的车子 那前进的透光度 则是要保持在百分之七十 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那个前后镜那个新的条例 怎么限制了哈 我们看车前的大镜 这个挡风镜呢 是可以有透光度百分之七十的哈 那不可以过暗 太暗呢就是会罚款 那前座司机座左右的这两个镜子 两侧的镜子呢 透光度则是要达到百分之五十 那么车后镜则没有限制了哈 你要全黑都可以 后座乘客左一两侧的镜子也一样 要全黑都没问题 一样没有错的 那我们再来看的是呢 适用于什么车辆啦 私家车肯定没有问题啦 电子招车也就是我们的Grab车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 Taxi等等都没有问题 但是它不适用于什么呢 商用车辆还有公共交通 也就是说Taxi也不行 因为它是商用车辆 对 但因为Grab车它现在的那个条例 还是处于是自己用自己的车来载客 所以就不受限制啦 那申请全黑隔热膜的车镜 这里呢指的就是比如说 你希望前面的挡风镜 也有就是更暗的 更黑的这个隔热膜 比方说可能是全黑 或者说是百分之五十的透光度而已 那你就要额外给出申请费 说明你的原因 这申请费是五十令吉 那如果这个特委会呢 他觉得说 OK 你的这个理由可以批准的话 那你接下来要交另外一笔钱 就是五千令吉 但是这个车禁的这个需求 更暗的车禁的需求 有效期只可以维持两年 那如果你有医生的证明呢 就可以豁免付费啦 再来看一下 2020年开始呢 我们会实施的一些交通事项 要怎么去注意呢 那就是后座的乘客 需要系上安全带 可是这一个听了很多年 不管有没有实施都好 我们都希望大家在后座呢 如果是长途 更应该要系上安全带啦 对 更安全 对 没错 再来就是有家中 如果有小孩父母的话呢 需要安装儿童座椅 所以这两项 都是就算没有去规定 我们也希望大家出于安全的考量 是 就一定要啦 对 大家要做准备啦 没错 那就是2020年1月1号开始呢 就会落实啦 好 那就是说希望大家在路上呢 都能更加地安全 让它保障自己的性命 或者自己心爱的家人的性命的安全 没错 那今天我们要谈呢 就是跟性人有关 刚刚Pauline的这个指路为马 就是有一些人呢 可能会把性人 都错了 对 把扁桃人当作是性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来看看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日渐提升 越来越多人趋向健康饮食 也更加关注饮食中所含的成分 其中含丰富营养价值的坚果类 已被视为取代垃圾点心和临时的不二之选 坚果的种类繁多 最常见的就属核桃 开心果 杏仁等 然而 人们口中的坚果杏仁 其实并不是杏的种子 而是扁桃的种子 主要用于中药保健之中的南性 北性 才是真正的杏仁 那我们该如何辨别杏仁与扁桃人 两者之间又有哪一些不同的营养价值呢 今天就让《活力较战》告诉您 杏仁与扁桃人的不同之处吧 是的 我们很常会说吃杏仁 但是其实你吃的可能是扁桃人 你都不知道 是 其实怎么分呢 我们今天请来了营养师 吴亦文老师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从外形到它的营养价值 都有一些不同 我们欢迎吴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那我们知道的是 每一次我们说的aliment 其实是杏仁吗 其实我们所说的aliment 它真名是扁桃人 对 我们在市场上所看到的 美国大杏仁呢 它的真名是扁桃人 而杏仁它的英文名称则是 Apricot Cannel 就是Apricot的种子 就我们这边有图表准备给大家 这个才是杏仁 这个是扁桃人 但乍看之下 如果它没有这个外壳的话 可能不太分得出来 对 其实在它的盒方面 是还蛮容易分辨 因为杏仁的表面是比较光滑 扁桃盒它是比较粗糙的 然后杏仁它的表面 它是比较成型型的 然后扁桃盒它是长椭圆型 是 所以其实外形可以分出来 就像我们桌上这两碗 这两碗老师都是 都是扁桃人 都是扁桃人 所以我们不能每一次都说错 我吃杏仁 其实你吃的 其实是扁桃人 对 是奥门 是 那口感上也有不一样对不对 口感上它是蛮接近的 是比较脆 很香很脆的 两个都是 两个都很香很脆吗 对 好 但是它其实它的这个什么 它有一个开口 这个开口会不一样吧 杏仁跟奥仁 它的盒方面 因为它的盒是比较硬的 它的盒是比较薄 所以就比 这个应该已经去盒了 已经去盒了 应该已经去盒了 所以就剩下的种子 这是种子 种子在里头而已 那老师这个奥门 通常我们生吃是可以的 当然可以 但是杏仁呢 如果是杏仁可以直接这样子 杏仁也是可以的 但是杏仁就不能过量 因为吃多了会 也是一样导致你的身体重度 那我们等一下呢 会再仔细地研究杏仁 我们现在呢 先来看一下 变桃仁 就是我们每一次吃的 杏仁 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 然后为什么 很多人都说 每一天吃一点杏仁 其实对身体是好的 尤其什么补脑 对吧 它其实是有很高的蛋白质 然后还有膳食纤维 以及不饱和脂肪 那蛋白质呢 它是帮助我们建立 身体的肌肉那些 而且它也会提供饱足感 长期下来是对体重控制 是很有帮助的 那些做健身的朋友 也可以多吃 对 因为它还是有 很高的蛋白质 好 膳食纤维是促进 肠道的蠕动 就肠胃会更健康 对 还可以维持我们血糖的 健康水平 对 因为它会提高 我们胃力的浓稠度 那它就会减低 葡萄糖的吸收 帮助血糖的控制 老师刚刚有提到的是 这个不饱和脂肪 对吗 它也有不饱和脂肪 对 它会让我们的心脏更健康 会提高好的胆固醇 而减低坏的胆固醇 在扁桃仁里面 我们看到它还有维生素B2和B3 其实我们每一次说补充维生素C 反而会忽略B群 那B群的这个重要性是在哪里 它是帮我们把食物的能量 食物转化为能量 让我们一天精神满满的 所以真的不能少地逼维生素B 对 要有能量的话 对 除了维生素B 它也是有很高的维生素E E是对眼睛 跟皮肤 皮肤美美的 然后对头发的健康 它也是有帮助抗养 其实它里头还有很多其他的矿物质 对吧 对 比如说钾 钾的功能是 它是帮助血压的控制 还有钙 就刚刚我们有说帮助骨骼 因为它蛋白质也其实很高 对 对 还有一个是铁 铁是很多人说如果你要睡得好的话 你要适量地补充铁 是这样吗 对 它也是能保持肌肉跟神经的功能 就是达到一种放松的状态吗 对 再来我们来看什么人要禁忌 比较不建议吃扁桃仁 也就是almond 有哪一些人群是要小心一点的 那些知道自己有对坚果 或者是扁桃仁过敏的话呢 最好是不要去碰它 它会有点像花生 对吗 有些人吃了可能会痒 少痒什么的 所以如果之前是不知道自己有过敏的话 如果吃了有这些症状的话 就要注意 就要马上停止 像是胃痛 恶心 呕吐 对 呼吸困难 腹泻 遭痒 都是一些它过敏的症状 对 那刚刚我跟丽婷都有讨论到 我们可能就是也对扁桃仁过敏 对 对 因为每一次吃了一点扁桃仁 就觉得很容易热气 然后有发烧 会发热的问题 对 像我是会长痘痘 你这种不算过敏吗 这种不算是过敏 可能是它比较热气 所以就导致一些 意思就是说我们吃过量了啦 吃太多了 可是怎么确定过量不过量呢 我们一天的摄取 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一天的所需量是多少 是 就是如果过量摄取的话 是除了有发热 还有其他不好的后果的量 因为它有很高的热量 所以可能会导致过胖 如果吃过多 所以它是一体两面 虽然说它可以帮助管理体重 对 也不要 但那个料过量 你知道最近很多人就是去韩国旅行 然后现在最流行的这个伴手礼 就是送伴手礼 调过胃的伴手礼 那我知道这个真的 你一吃之后你就不能停下来 所以吃多了 真的会热气 而且会发胖 要很小心 对 那我们一天到底要摄取多少 才算是适中的 一天大概是30克 然后大概是20克扁桃仁左右 那我们这里可以试试看 你试试看哪一把 就是你一天所需的 哦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每一个人的手掌的大小 就是他的身体所可以就是承受的 那个力量 对 对 超过就是 超过就吃太多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看电视 看会一边吃 不觉 对 通常会超过这个量 难怪不可以 一定会 真的 真的 那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扁桃仁 我们有很多那个 almond milk 吃almond 吃almond 就吃almond 跟喝almond milk的功效是一样的吗 功效是一样的 因为都 但是那个量怎么拿捏 对 那个量 如果喝两杯就算过量了吗 两瓶 因为almond它 almond milk 它almond可能没有那么多 那就不用这么担心 因为它还其他的流量 那如果我们自己去药行买的话 我们要怎么选择这个almond呢 我们是推荐你选择比较原味的 因为加工可能它有很多的盐 很多的糖那些 所以会增加那些大卡跟热量 所以我们要注意食品的标签 营养成分表 避免高盐高糖 高盐高糖其实现场就有这个对吧 可是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这个是它的糖霜吗 对 就是这个是没有加工的 所以这个也可以直接吃 都可以直接吃 但是这个呢 这个是加工过的 所以比较推荐原味的 是 所以比较推荐就是拿这个原汁原味 不要有加糖加盐的 对不对 如果加糖加盐就是要更少量一点 对吧 因为它有更多的 更高的热量 好 今天我们很谢谢吴老师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 好 那其实这个杏仁 它还有分地区的什么南姓 北姓 稍微来呢 我们会跟大家来好好的介绍这一点 没错 那然后呢 还有一些食物呢 其实你光听它的名字 你以为它是从那个地方 或那个国家生产 但并不然哦 我们一起来看看 常备搞错发源地的食物 幸运甜饼 在国外中餐馆用餐 吃完后 适应生常会送上一盘 幸运甜饼 这道餐后点心是一种美式 亚洲风味的脆饼 里面藏有类似真言或预言的字条 然而这常备国外人 误以为是中国传统点心的饼干 其实是源自日本 日本研究生 针对幸运甜饼的来源进行了调查 结果发现在京都附近 有家坚持了三代毅力铺岛的老牌食品工厂 就有制作类似的饼干 该工厂老板表示 在前十里长幸运签 这种举动 找在近十年前就已经在日本流行了 牛角包 Prozone听着发音 大家会误以为是法国的包点 但实际上 牛角包诞生于17世纪的奥地利 在1683年 土耳其军队密谋夜袭维也纳 但无意间被当地清找起来的面包师傅发掘 于是他们拉响了全程警报 让敌军失败而归 为了纪念这次胜利 面包师傅们把面包做成看似土耳其军队旗旨上标志的 号角形状 到了18世纪 驾到法国的奥地利公主 把牛角包引入法国 肉丸茄汁一粉 肉丸茄汁一粉 很多餐厅都会为这道菜冠上意识头衔 但在意大利 这道常被误以为是意大利传统菜肴的面食 却一点也不普遍 因为这道菜纯粹是由美国人 受意大利菜肴启发下所制作的 意大利人主要是以肉丸作为主菜或是配汤 直到1800年代末 1900年早期 大量意大利人移民到美国 由于食材选择更多 价格更便宜 所以才慢慢有了我们的肉丸茄汁一粉 欢迎继续收看《火力加油站》 刚刚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扁桃仁 就是我们常吃的Almond 但是我们每一次都把它指录为马 说成是杏仁 好 现在我们搞清楚了扁桃仁不是杏仁之后 现在就仔细地深入来了解杏仁吧 但原来杏仁有分男性和女性 不是 是男方的性跟北性 而且它也有药用的价值 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了终医师 王爱玲医师 王爱玲医师 您好 大家好 好 就好好跟我们介绍一下 男性跟北性有什么不一样 男性跟北性首先吧 它有那个别称 那个男性人吧 它可以叫做甜性人 北性人可以叫做苦性人 然后从外形上来看呢 男性人是比较大 他个头比较大 然后他体型是扁的 然后那个北性人呢 它的体积较小 然后它是比较圆的 颜色也有不同 对 颜色也有不同 那个男性人呢 他是比较白 然后北性人他看上去带黄 好 老师 我想问一下 比较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那就是男性人跟北性人的差别 就是性人他来自的地方 就是南部跟北部吗 它是同一棵植物 同一棵植物 对 就是地域的差别 地域的差别 所以说可能南部的 它产出来的就是男性人 对 那丽婷手上现在拿着 你看得出哪个是北的 如果说比较黄 我们肉眼看得出的话是这个 这个比较黄 这个比较黄 没错 没错 比较黄的就是北性人 然后比较黄一点 颜色浅 比较白的就是男性人 而且北性人的味道就是比较苦的 我们每一次说喝杏仁茶听到 然后嗅到那个臭臭的味道 就是 游戏人形容是小肠胃 对 就是杏仁茶味 就是这一个杏仁 就是不是我们每一次误以为的杏仁 是这一个杏仁 通常男性人 他会不会跟北性人有不一样的 营养价值或功能呢 在药用来说吧 就北性人的那个药效 它的效率是比较强的 然后男性人呢 它是以滋润为主的 因为它的味道 性味就是比较干瓶的 对 味道干瓶 就味道没有那么重 对于我们身体哪个部位 会比较好的呢 它是有那个性味和龟精的 对于我们身体哪个部位 它龟精的话呢 是龟肺与大肠精 好 而且 可以做到润肺止咳 对 也就是润肠通便 如果有便秘的话 就可以吃这一个男性 对 那北性人 是 也有 对 那我详细说一下男性跟北性吧 他们的性味 就是男性呢 它是性肝 那个味肝性贫 对 味肝性贫的 它龟精呢 是龟肺与大肠精 功效呢 它是有这个润肺止咳 和润肠通便 还是以润为主的 然后药用来说呢 一般有用的是北性人 北性人它的药效比较强 它除了止咳之外 它还可以平喘 就对于咳到想要喘 想要呕那种感觉 就叫做气腻嘛 对于气腻 我们可以降气的作用 这是北性人的功效 可是它的味道会比较苦一点 它的味道会比较苦涩 然后它带有小毒 小毒 就是如果过量的话 可能会有中毒的现象 对 好 那有位观众朋友就提出了一个疑问了 对 没错 这一个手机尾是9872的朋友 他问了说 男性 北性是不是要混着吃会比较好 有这样的事情吗 混着吃呢 就是一般上外面所说混着吃 就是自己家里煮的吧 那就是跟口感的关系比较大 就是说如果比较喜欢杏仁的味道的呢 就可以男性跟北性参在一起 那杏仁的味道就比较强 那如果说不是那么喜欢杏仁味的呢 他不是寒咳 他是阴虚 就是说他有点化皂的那种人 因为那个杏仁他苦降 他苦降他会化皂 然后本来肺就虚 比较肺比较干燥的人呢 也不适合用杏仁的 就用下去会有反效果 都会化皂 那就会导致很干 我觉得气管这里非常地干燥 好 那泄力变糖者呢 那个是指容易腹泄的人吗 对 他就是平常肠道就不是那么的 就不是那么的健康 比较虚厚一点 对 就是排便比较烂烂的 臭臭的 或者是水水的 这种人就脾虚比较多 然后这个杏仁它里面有一个叫杏仁油 它这个油脂是可以帮助润肠通便的 那平时就已经泄力的人呢 那就不需要再加强他这个 太润了 没错 没错 然后婴儿和孕妇为什么要慎用呢 这个还是讲到这个杏仁的性味的关系 它一个是有毒 就孕妇跟小儿就不太适合用 然后它的性能呢 它是以降为主的 降气这些 它的药性还是比较猛 对于这个孕妇吧 不太适合 因为降 它可能会导致滑胎 对 滑胎 就刚刚丽婷有说的 在古中 古张剧 不平剧 有讲什么 吃那个苦杏仁太多会重膚 所以是真的 真的会 是真的会重膚 因为它有药用价值 那我们建议说 男性跟北性每日的摄取量 大概要介于多少到多少 它的摄取量吧 北性的摄取量呢 是三到十克之内 然后男性是五到十克之内 其实很少 怎么 多少克怎么看呢 这边这一小碟 我们请中医师来为我们 对 这样是多少克呢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一碟是四十克的 这样一碟就四十克了 这一碟是四十克的 所以说如果 分成四分的话就十克了 可能十克就是一手掌小小的掌心 对 这样子的量而已 对 一天的摄取量 对 所以我们包汤 我们每一次喝那个什么 什么义米杏仁茶 就只能喝这样一个人 对 一个人就喝那么两 因为你包的那个茶 不可能一个人喝完 就是一家人分着喝 那就没有那么大 那可以放二十克 可以 就放这一整碟 但是也建议大家不要过量 因为刚刚也有提到 它其实是有药用价值 所以吃过多可能会导致你腹泻 又或者是降 因为它是降你的身体 对 还有哪一些其他的后遗症 可能会出现的 是 如果过量 过量的话有其他后遗症 比如说会晕吗 对 那个是太大量了 很大量 很大量是指多少克呢 就是用到有出现中毒反应 可能就超过两叠 对吧 超过 对 会怎么样呢 它会有出现这个头晕心剂 然后恶心呕吐的情况 然后再严重一点的话 会出现昏迷 惊觉 这个瞳孔放大 对光反应消失 这就是已经昏过去了 然后会危及生命的 那是因为这个性人 它有这个麻痹这个呼吸神经的作用 所以呼吸神经被麻痹了之后呢 就呼吸困难 就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你看其实这什么东西过量都不好 对 都不好 它有致命的因素在里头 没错 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过量吃了 对 好 那这里先休息一下 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他坚果类的一些功效 来看看 其他坚果的功效 粒子 粒子素有干果之王的美誉 也称为人参果 粒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 糖尿病患者也可适量摄取 但是粒子生湿难消化 熟湿却会导致泄气 因此不宜过量摄取 建议在两餐之间 把粒子当成零食吃 而不是饭后大量食用 以免摄入过多的热量 不利于饱食体中 富含金氨酸的开心果 不仅可以缓解动脉硬化 或者是急性精神压力反应 还可以降低血脂 心脏病发作的风险 以及胆固醇等等 开心果子红色的果衣 含有被视为天然抗氧化剂的花青素 翠绿色的果仁中 则含有聚抗氧化和保护视网膜作用的丰富叶黄素 此外 因为产生饱足感的过程 通常需要20分钟 因此在驳开心果果壳的过程当中 能让人产生饱足感 从而帮助减少食量以及控制体重 核桃 每天吃一把葵花籽 就能满足人体一天所需的维生素E 葵花籽中所含的蛋白质 可于各种的肉类媲美 特别是含有制造精液不可缺少的金氨酸 使用葵花籽对预防冠心病、中风、降低血压、 保护血管弹性有一定的作用 建议一天摄取不超过20克的葵花籽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讲到杏仁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 我的爷爷天天都喝杏仁茶 真的 那时候我觉得臭得不得了 但是爷爷说对身体好 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臭的那个茶 但是喝了对身体是好的 我也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 街头在煮这杏仁茶 街尾已经嗅到味道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有王爱莲中医师 来跟我们更分享那么多 就是这个茶到底要怎么去处理 才可以去掉 才可以除臭 去掉这个味道 去掉这个味 那先问一下中医师好了 为什么就是杏仁会有这样的特别的味道 这个杏仁的味道来自于它的一个成分 叫做这个杏仁干 苦杏仁干 这个苦杏仁干其实就是那个 杏仁有毒的成分的一种 就它在被我们吃下身体以后 它会在我们的肠道被分解 然后产生为这个叫清清酸 当吃杏仁中毒的时候 也叫做清清酸中毒 只有杏仁茶会有这种味道吗 杏仁等会 其他的果仁也是会有这个味道的 比如说核桃会吗 核桃是没有 那个Cherry Cherry 对 它的樱桃 樱桃 樱桃 樱桃也会 人 它的樱桃剥开以后吧 它里面有一个小小棵的樱桃仁 它也是有这个苦杏仁干的成分 清清酸 那就代表吃樱桃过量也会中毒 是这样吗 它会有这个有毒成分 所以果仁类的东西吃多还是容易中毒的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适量的摄取就好了 一般是不省吃 不省吃 对 经过泡制 好 那如果我们只是纯粹不喜欢那个味道 可以去除得掉吗 我要说的是在这个中药来说呢 这个要去除这个药的味道 还有它的毒性呢 是需要经过泡制的 这个泡制 杏仁的泡制方法呢 首先是去皮 去完皮之后吧 经过热炒或者是菊 来处理掉这个毒性和这个味道 好 菊就是把它闷 对 把它先过热闷着吗 对 蒸 蒸热 对 有时候要带多长时间 还是要怎么看说它已经可以了 这个是没有 因为这个杏仁 这个果仁吧 他一般是在工厂里面完工了之后 才会推出市面的 所以我们买的时候 买到的 都已经去毒了 对 好 那么如果就是这个毒性降低了之后 会不会影响它的营养价值也降低呢 营养价值是不被破坏的 就是所谓它的药用价值不被破坏 只是说没有那么大的毒性而已 就副作用减少了 好 那至于保存方法呢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 就是因为我每一次买一罐回来 我放在冰箱 那它不会开进开出买那个冰箱 我又怕它发霉 对 所以这个保存方法呢 还是要讲究的 就是说在没有开封 就买遍回来一包密封 或者真空包装的情况下呢 这个杏仁放在干燥和阴凉的地方 是可以保存一年以上的 好 所以没开的话 可以不用放冰箱 放在阴凉的地方就可以 那放冰箱冷藏也可以 但是冰箱它比较潮湿 你需要实时地拿出来看一下 有没有收潮 发霉 好 那拆封之后呢 拆封之后就必须找一个容器 密封 得封好那个罐口 然后放冰箱里冷藏 那刚才说了冰箱是比较潮湿的 就算密封冷藏以后吧 也时不时地要看一下 不然的话发霉也不知道 建议说可以保存多久开封的这个杏仁 开封完以后吧 保存好 也可以保存到五个月以上的 那我加那个过期了 你保存了多长时间 一两年了吧 还是要小心不要吃了 那如果我们选这个杏仁的时候呢 到底要怎么去要依判它的什么外形 还是味道呢 怎么去挑选 那先那得看 它就是说个头不能就是 跟别的差别太大 比如说别的就是比较大的 那你买的特别小 那就可能它是变质了 它就要干瘪了 就缩水了 营养不良 对 营养不良 那就是比较不好的指定 好 那它口感会脆而不软 对 这口感脆而不软呢 说的是就是当零食吃的 是零食烘焙过的 那口感是要脆的 这要用的呢 还是以外观色泽为主要 是 那颜色要淡一点 然后气味闻起来是清香的 对 闻起来是有香味 对 那其实我们都常听过喝杏仁茶 什么养颜护肤嘛 对 其实杏仁茶 王医师它是什么杏仁来做成的 男性还是北性呢 它是用男性来做成的 就不会那么的臭 男性人 对 味道没那么臭 然后不会中毒 比较放心 然后不会中毒 而且他们都说天天喝可以什么 降低血脂 降低血脂 它是有这个降低血脂 还有那个甘油膳脂的这个作用 然后它可以防治这个冠心病 动脉走样硬化这些情况 最重要是很多人是抗衰老 对 我要强调第三个 为什么 因为这个杏仁它有杏仁油 它这个油脂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 可以起到抗衰老抗皱美容的这个效果的 重要 所以你看我们桌上已经摆了两杯了 真的 可是怎么做呢 请医师来教我们一下 这个做法 这个做法首先看一看材料 这个做杏仁茶的材料用的是男性人 还有这个大米 然后还有冰糖 大米是要干吗呢 就吃饭任何一种米都可以 对 吃饭的大米 香米都可以 因为米在煮了之后吧 它会有那个粘稠 还有那个粘度 是增加口感吗 增加口感 然后那个米它也可以养胃 养胃 暖胃 所以米也有功效 所以是怎么煮呢 对 要怎么去煮 什么煮 首先那个男性要先泡过 就放在那个清水里头 就一起煮的那个清水 洗干净以后泡 泡30到45分钟 泡完以后吧 就这米洗干净 参着这杏仁一起进搅拌机打 要搅拌机打 要打碎它 对 打碎 打得越细越好 不影响口感 好 打碎了以后吧 再放去这个锅中准备煮 煮的时候呢 先用中火或者是大火 看那个量多少 煮到肺 对 煮肺 煮肺了以后呢 就关中火或者小火 就比较小的慢熬 就熬的过程中必须要搅拌 要熬多久呢 对 要熬到它黏稠 有一点黏稠 有香味 有黏稠 看到有黏度了 那口感就不错了 那糖什么时候下呢 糖在煮得差不多好的时候 还没关火的时候先下 然后再跟糖跟这个材料一起再搅拌 它的味道会更加地纯 比较浓郁 煮出来就是我们生前的这两杯了 是 吸食那个味道 直接喝一下 的确那个因为在这个煮的过程中 那个味道有稀释掉 所以不算是很重的味道 没有 我们每次很讨厌的那个味道 所以已经 真的 其实是蛮香的 而且那个真的是很浓稠 乍看之下 以为是奶 要加奶 其实要不要加奶都可以 这样都可以 如果加奶了它口感会更好 对不对 会更顺滑一些些 对 好喝 它有中医师的这个杏仁茶 有颠覆了我对杏仁的 对 那个叫什么 就是印象 好感度马上飙升 那有一位朋友 医师 他手机尾号3557 他就问了 一位74岁的老人家 他天天来这样的一杯杏仁茶 可以吗 杏仁茶呢 它是有讲究这个地域跟环境的 就是一般天天喝杏仁茶呢 一般是在那个国家 有四季的国家 就冬天的时候 那边比较干燥嘛 冬天 就对这个皮肤干燥 有皱纹这些都会 它可以润敷 对 它可以润敷 所以是可以在那个四季国家里头喝 或者是一些国家它的气候 特别地干燥 那也是可以喝这个杏仁茶的 但是在马来西亚呢 对 在马来西亚呢 在马来西亚呢 我们这边属于热带国家 是潮湿 湿气比较重 那如果说有几声咳嗽 想要润肺 那还是可以喝的 只是说要掌握好那个量 就可能不要天天地喝吧 有个建议的 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喝一两次 是没有问题这样 对 喝一两次 要不然就喝多是会有一些症状 比如说舌头会 舌苔特别厚 滋润太过 就有点湿气重的时候 那口淡淡 然后舌苔比较厚 影响胃口 那时候就是湿气重了 就是喝过量了 那就要控制一下 好 今天很感谢王医师 谢谢您的分享 谢谢 那我们现在呢 要把时间交给 待会儿的8864 来看一下今天 到底有什么新闻 娱乐新闻跟大家分享 同样穿黄衣服的小玉 真的 小玉姐姐 穿黄色 不错 我们会很嗡的 OK Pauline 记得多包一些糖水 给我喝 我需要自补 OK 那今天的8864 我们当然是跟大家聊电影 因为来到了星期三 所以等一下有很多 不好电影的组织 都要跟大家分享了 除了这个之外 今天8864送送送送送 送你什么呢 送你舞台剧《鬼捅雷几分》的入场券 不只我们还要送你 有《妈妹》 《城城包门》 《玩电影》《城围》的入场券 还有《妈妈好的戏票》 也要送给你的 所以密切地留意 待会儿三点钟的现场直播 把时间交回给很很漂亮的 很热闹 新闻意义 是 我看到很多很熟悉的棉孔了 所以待会儿不要错过 三点钟的8864 好 我们也谢谢小玉 然后这个时候 一起来休息一下了 稍微来要教导大家 就是做一道杏仁朝野军的菜 不要走开了 是 欢迎继续收看《火力加油站》 那我们现在就有Chef Talisa Chef Talisa 你好 今天要教我们煮的 这个跟杏仁 丛草 还有野菌有关的菜摇 是什么呢 你就介绍王了 我介绍王 就是三大主角 是 对 是的 是杏仁王 虫草花 草野菌 草野菌 就是非常简单 然后健康的一道菜 而且这都是很容易在市场上 就是在市集上 可以找得到的一些材料 对不对 是 这一道料理是可以配饭的吗 可以 就是当作其中一道菜摇来吃 是 没有问题 它算比较中式一点的 对吧 是 我要偷吃 没错 是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还有什么材料 就刚刚有提了 今天的就是主节 对 杏仁 这个杏仁是有经过烤过的 对不对 这个是烤过的 是 你如果是家里没有烤箱 也可以炒 就稍微炒一炒 然后带出一个香味 是 它就不会那么的苦味 或者臭味 对 而且它的毒性也 因为有加热的 所以毒性就降低了 再来还有 家里就是那个虫草 这个是怎么处理 你要先买回来就洗 就洗 然后就泡一泡 要泡 浸泡 浸泡大概五分钟就可以了 我就是每一次看到 这个虫草花是在喝汤的时候 是 可是我们今天会用来炒 炒 它是可以吃到肚子的 对吧 因为喝汤的时候 我都把它捡起来 对 不知道它是 好浪费 我很好吃 好 清甜的 很好吃 还有野菌 有三种不同的 对 好 然后就 这个是灯笼椒吗 对 灯笼椒 然后青色跟红色 就整叠菜就非常 有颜色 对 好 再来酱料 然后我们就有姜片 然后这个就是糖 然后这个就是香菇粉 跟一个豆瓣酱的 所以看起来就是家里 平常其实蛮容易找得到的 一些材料都有 这道料理其实它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 好处是什么 就是吃了可以 就是除了好吃也营养 然后同时容易消化 好 那怎么煮呢 对 我们要马上来 示范给大家看 就是 入了那个锅 好 其实它是一个 不用很高身厨艺的一道料理 不需要 像我们这种厨房菜鸟 都可以做得好 Chef Talisa等一下 你把它打完进去之后 我们让丽婷来翻炒给大家看 有我来 今天就由你来吧 好 我先来 我们要给观众看到的这道料理 是像我还有丽婷 都没有问题 我们这种不进举方的朋友 我行代表就你行 对 没错 也都可以 好 我先加油 就是那个油不要让它有冒烟 是吗 就不需要 就温热的 温热 那我们先加什么呢 就放姜片 姜片先下 好 算好了吗 好 应该可以吗 再加热一些 对 晒热一些 所以我们还姜下去的时候就香 就不会这么刮整道菜 而且姜还可以驱风 对 就是说对那个腹部比较敏感 为什么我们每次没有爆香 没有放蒜头还是什么 因为它的本身已经很香了吗 还是什么 这道菜如果是菇类的 还是我比较喜欢就是用姜 就配姜 对 但是如果是蒜 喜欢蒜头味的人 也可以 但是就 它的味道就没有这么轻 没有这么轻 就抢了主角的风采 对 这放了四片就可以了 四五片 四五片就可以了 好 除非你是太爱吃的话 就可以很多 好 好 再来呢 我们再用什么材料 再来我们就放眼镜 一个 这豆瓣酱味道很重 对 还有呢 好 来 再加快一下 我们再来 还要加些什么材料 直接可以一次下吗 所以可以 然后其他的菇类都可以 好 这菇有名堂吗 这个是那个 什么 什么 巴西菇 不是 这个是那个鸡腿菇 鸡腿菇 对 好 然后你爆香了 然后我们再加一点水 加一点水 没错 为什么要加水呢 加一点水 给它有一点汁 可以配饭 是吧 有一点汁 是 然后基本上炒均匀 再焖一焖 然后再放一个 然后再放一个 最后就放个笼椒就对了 最后就放这个 还没有 我们的土椒有 这个是不需要的 这个不需要 这个就已经是我们烤过或炒过了 所以我们就淀粉上去而已 给它脆脆的 对 突然就软了 从小药 从小药也要放进去 所以大概可以了 我们就放下去了 好 那不要忘记调味 对 一点点 再放一些些 糖 再放一点糖 一点点 跟香菇粉 跟香菇粉一点 好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材料 都倒进去 然后翻炒一翻 可以 杏仁就不需要加了 杏仁就是点缀 让它更有咬劲 对不对 是的 通常这样子闷一闷是五分钟 对 五分钟没有问题 怎么样 煮得怎么样 有名厨在当我的小助理 好香 好香 胃不倒反了 对 我很有信心 这道菜会成功 可以 可以 如果力婷可以成功 那我也一定可以成功 好的 这个时候呢 一起来重闻一下 就已经可以了 对 我们今天的食谱吧 去看看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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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场均匀 切新鲜 因为你也是 ży啤子 所有人请掏养 最�œ 2边 很 rude 我们这一道菜就已经准备好了 刚刚看到它的营养价值真的很丰富 对 就是我们的杏仁王 虫草花炒野菌 里头这些菇类不止有鸡腿菇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白玉壳 有不同的口感 这个就是 等一下 丽婷 这就是你为我们今天煮出来的 我们忘了主角了 要加一点杏仁 就不能多 三克 三克吗 再加一点点 可以了 这个应该加热处理过了 好 那我们直接试试一下 丽婷今天为我们煮的 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好吃 好吃到 你就说很流口水 真的很好吃 我没有想到这个杏仁可以这样来配菜 以为只是只能包糖水 对 原来它经过烤了之后 非常有绞劲 对 那喜欢吃荷的 我们Chef Delisa 我们可以加比如说海带 也可以 海带就还好吧 因为它的味道就太重了 海带的味道比较大 所以有点是海带粉 稍微调一点味道 那个有那个鲜味 干贝可以吗 干贝还可以 你也是好奇宝宝 那我们来试吃一下这个葱草 每一次喝汤的时候 都会把它放在旁边不吃 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 其实它很好吃 它有一个嚼劲 对吧 真的 就爽爽的 整个一起吃真的很棒 真的好吃 谢谢Chef 是 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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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Chef Delisa 今天教会我们煮这道菜 那我们如果想要重温今天 这个《活力加油症》的内容的话 可以在《Turn Down》上 可以观赏得到 又或者是明天早上 在《NTV7》也可以 一样观赏得到 好 那明天的主题 跟准妈妈有关 我们说怀孕的妇女要承担很多风险 比如身材走样 天胖 掉头发等等的风险 还有 还有 还有一个问题 就可能皮肤病理会找上门 如果想要找更多的话 那就一定要守住 明天的《活力加油症》了 或者有任何疑问的话 就发简讯到 018-3700-792-8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日前 国际知名品牌《Mon》 推出了全新红色 换活基底修复精华路 Great Energy 帮助肌肤恢复最佳状态 采用该品牌28年 对花卉的研究成果 并结合从石榴花和石榴果 提取出的石榴合分 打造出让肌肤舒适的温和配方 帮助提高肌肤修护力 让肌肤健康 从基底开始 活动当天 主办单位特别 让来宾体验鲜榨石榴汁 亲身感受这红色果实的美容效果 为活动增添色彩 为了配合世界地球日 大马 Locitane和I-Cycle Malaysia 首次联办名为 Big Little Things的环保活动 为了配合这项活动 Locitane的产品容器 也开始采用了再循环的材料制成 除此之外 他们也接受民众带任何的美容品牌的空瓶 到指定门市去兑换免费的保养品 活动当天 主办单位也准备了一些塑料空瓶 让现场来宾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亲自DIY属于自己的空瓶 并再善用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